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这算不算是一个选举 怎么讲呢 比较好的现象 我们终于又有总统了是吗 好 长一段时间 台湾好像没有总统 在选前你记不记得 她狂发文 发了二十几篇 每一篇都在拉票 但她有去关心国政吗 对不对 有没有关心台湾的 这个人民生活大小 是完全没有 但选后呢 选后大家说 总统 总统 你可不可以回来 关心一下时事 但她又开始神隐 不跟媒体接触 然后这个神隐 在她的官邸里面 据说有一场官邸密会 总统关心谁咧 跟她身旁的人是谁呢 还是这一群人 其中特别是 那个输得很惨的陈时中 据说在这里 讲了很多很多的心内话 消息来源来自上报 蔡英文总统呢 28号就昨天邀请了 陈时中跟竞选团队 到她的官邸吃便当 上言什么呢 大家都在骂何志伟 天哪 以总统之尊 以陈时中之尊 到官邸吃便当 所以算来算去 这笔账呢 要算在何志伟的身上 是不是 陈时中输了 民进党输了 都是何志伟的错 根据了解呢 这是林习耀也在场 会中大家达成了共识 什么共识 要检讨改进吗 这个施政不利吗 不是哦 要让蔡英文稳住 然后以国政为重 巩固领导中心哦 懂了吗 巩固领导中心 另外呢 陈时中以受害者的姿态 好 告诉大家什么呢 我看到这一段 我简直是惊呆了 又不是我要选的 我先用主观的第一人称 来帮他发言好不好 又不是我要选的 谁要我民调最高 你们要我选啊 搞到现在好像是 我要出来争什么 抢什么一样 就不是啊 惊呆了 你就陈时中会这样讲 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 哪一个这种重量级的候选人 跑新闻跑那么多年 在败选之后 发牢骚发到这样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惊讶 那当然了 这个何志伟 这个本尊 他有出来讲 他说没有了 这些算是幻想文 讨论这些对不起支持者 何志伟做了什么事情呢 你记不记得 选前有一阵子 我们新闻中也有讨论过嘛 就是他把陈时中那个沙画的画像 放在地上 跟一堆垃圾放在一起 对不对 一副要回收的样子 那时候大家就在讲什么 哇 何志伟不支持陈时中 民进党内四分五裂 很多人要跳船啦 因为陈时中不会胜选 所以大家迫不及待的 把陈时中跟垃圾一起回收 但除了这个之外 你记不记得还有很多 包括周玉寇啊等等之类的 大家都认为是陈时中的猪队友 在这场密会当中呢 通通略过不提 就只去检讨何志伟 我先告诉大家 我们没有在这里要为何志伟平反 或是要为他讲话的这个意图 并没有 但是只是觉得很有趣 我就先让介大使来讲一下 输到这么惨 但这里面第一个最吸引我的是 讲了半天 在蔡英文的官邸里面 你看看 我觉得大家政治真的是很正确 有没有 先让蔡英文稳住 先给我们的主席送暖 是不是 在现场模拟一下 假设这个蔡英文坐在这里 是不是先给蔡英文送暖 主席不是你的错 对不对 我们要先巩固领导中心 你一定要先稳住 只有你稳住 我们的党才会稳住 我们要继续往下走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介大使你怎么看 这场密会 蔡英文神隐 蔡英文心里面想必非常沮丧 但是她是一个不认输的人 在这场密会当中 她得到了她要的温暖 巩固领导中心 这个也要恭喜蔡英文 她把堂堂一个党 变成蔡英文集团 也就是说这个很像黑帮 黑帮基本上 他们没有大团体的概念 只有自己能够派系的 头目的概念 所以这一批人 是所谓的民进党里面的小鹰派 这就是鹰派 这批人现在 才没有心里面没有民进党 更没有中华民国 更没有台湾他们心里面只有蔡英文 所以这个就是抱团取暖 可是这个是也是蔡英文造成 蔡英文集团大于民进党 我先打断一下 先进一段广告再回到介大使 我刚刚打断介大使 我请介大使一起讲 就是怎么样理解失败这件事情 民进党曾经赢得很漂亮 也曾经这个非常的落魄 当然此刻这个钟摆又摆了回去 这个在这场密会当中 怎么理解失败 第一个都是何志伟的错 第二个让蔡英文稳住 是失败之后最重要的 另外你看 在PTT上有很多很多 关于绿营失败的讨论 怎么说呢 这个民进党的网军 怎么理解失败这件事情 叫做攻击的不够猛 喜徒喜的不够多 所以才会失败 这次我们做的不够多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怎样 要更用力 网友怎么说呢 好啊 你再做图 那就把这些图卡 拜托不要放在网站上 放在街头可不可以 大家印出来 放在街头十字路口好了 侧一继续努力 快点把人咬到退档 重演国庆分裂 准备接受一万张 十万张的制图工厂 做出来的图卡 还有侧一的检讨是 做图卡严重不足 那我就放心了 是不是 然后高家瑜也说 败选的原因 他的理解 他认为是 側翼的网军 选前到处出征 但是会收吗 也不会收啊 所以高家瑜说 我想我应该很快的会 死在这个战场上 还有蔡英文的脸书 当然这个漂亮的文章 写了很多 她说呢 我要承担起所有的责任 所以即刻起辞去 民主进步党的 这个党主席的职务 但她前面有告诉大家 中央执政很努力 所以言下之意 我们中央没有问题 都是你们地方的问题 然后你看到 这边的理解是 理解是 何志伟 推给一个 何志伟 我不要讲说 她是小咖啦 但是对于蔡英文 对于陈时中 还有对于这次 全党的失败来讲 天哪 全部这场参会 都在骂何志伟 你怎么看待他们 理解失败这件事 我其实看他们 这个理解方法 我心里还蛮高兴的 因为他在理解 我很放心 因为他这个理解方法 绝对会注定 他再摔一大跤 我希望他们再摔一大跤 他必须要仔细想一想 他在选取之前 他把所有的权力 都归到自己手里 媒体是他手里 然后行政资源在他手里 司法 我们中华民国是五权宪法 行政立法 司法考试监察 请问一下 司法在他手里 考试在他手里 监察在他手里 全部在他手里 媒体也全部在他手里 他还另外还养一些什么 鹰爪 这些鹰爪就是绿色网军 也都是他在他手里 那他还失败 那他只觉得说 我的权力抓的还不够 我私用的这种 黑色的地下的 这种势力 这种去抹黑别人 去攻击别人 带风向带的不够 我这个我失败 就是因为我不够心狠手 那就请就继续做 非常好 不要停 然后你们这些党内 要跟我声音不同的话 我就把你打成什么 牛鬼蛇神 所以呢现在他凝聚 他自己这一小撮人的方式 就怎么样 在他党内树立一些敌人 然后呢 让民进党更分裂 让民进党进一步走下 更沉沦的路 所以我很高兴啊 我觉得蔡英文这个会开得很好啊 继续再开啊 你再把你灵溪要啊 你们这些人 可是呢 你仔细看 这一场会人非常少 民进党就这蔡英文这几个人嘛 堂堂总统 堂堂党主席做到这 做到如此一个 一个这么一小撮人 这个怪谁 怪领导 蔡英文就这个格局 所以今天中 我们台湾走不出去 我们台湾的路越来越窄 他把民进党也领导成这个样子 所以民进党都领导不好 还做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觉得他辞掉这个民进党主席 真的是不够 他应该把中华民国总统一起辞掉 另外那个跟他一起在旁边啊 一起啊 狐假虎威 到处啊 训斥我们立法委员的啊 然后 记不记得他当时 对我们女性的立委 居然用非常难听的 你说苏贞昌是吧 就苏贞昌 这些人到现在还在这个上面 他别的都是都都还在位置上啊 更荒谬的 那个输的比苏贞昌还惨的 那些人听说我看报纸说 可能要接隔魁 那个叫林嘉隆 民进党真是让人家很难懂 我欢迎啊 我觉得你就继续这样干啊 欢迎啊 太好了 你今天是这样面对这样子 重大的挫折 用这种态度啊 外面全部怪别人 自己找到所有的理由 自己都没错 然后呢 过去做的二次说 就是因为我们坏事做的还不够多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蒙蒙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P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PI444 谢谢观看 谢谢大家